台南去年4月发生了一起枪杀命案 一名27岁的徐姓男子被人朝左胸开枪之后 丢包在安南医院的门口 医护人员发现抢救 男子依旧是伤众不治 台南地医院在7号的时候 宣判了开枪的林姓主席 应该执行有期徒刑23年 至于另外一名林姓同伙 虽然说全程在场 但是因为没有明确的罪证 证明帮助嫌犯犯案 而获判无罪